这边有一个之前还没有讲的新职业 就是五仙啦 是五读吧 我今天这里可能就讲五仙职业 五仙职业 那以前少女跟成女的样子 OK 先接着标题下五仙 是游戏里面的五读吧 然后其实我还有排行榜还没跟你们讲啦 就是跟你们讲一下 等一下 你们先看一下这个职业怎么样 其实我不知道我排行榜讲到哪里了 其实我之前 要不好啊 难道是我卧底身份暴露啦 梦的手机游戏喔 是五读教 他可以编速食耶 可以看到技能 这些技能可以参考一下喔 表不起来 这些技能可以参考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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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来教法五仙 还叫法五仙 感觉那种今段游戏可以吗 我真的沒有見過 我真的沒有見過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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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唉唷 正確進入在遊戲裡面 這是今年的新職吧 這像是有什麼線丸 因為這邊是新服 先這樣 你可以參考一下技能 然後這個鎖它其實有一些外觀喔 像你看喔 這個就是 對 然後它有回憶入這樣 你根本不知道喔 這個是郵件 對 鑰匙師姐知道這張我早就學會了 至尊禮欸 哎唷 它手指跟以前是不太一樣 就沒有另一種 感覺它手指跟我們之前講的不太一樣 有線紋嗎 有這麼一個夏天丁夏天丁 花蓮 什麼 好 對啊 給我們開些時裝好了 這個應該是還沒講啦 我覺得 这个是他一个人送的作曲